提到大型运输机,大家都会想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N-225,美国最知名的运输机C-13大力,神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,有人就说了运输机不像战机导弹具有杀伤力,要它有什么用,未来战场杀,它不就是一活靶子吗? 我人员军马未动,两朝先行运输机在未来战争中,正担着运输部队和重要物资的作用,更多的是为前线陆军服务,虽说近几年空军和海军频频传来装备先进武器的消息,陆军似乎不太受重视,但是一个国家是不能没有陆军的,要知道在未来战争中,没有陆军守护机长战机是不能起飞,没有陆军守护港口军舰能出港, 没有陆军战争结束后,谁去打扫战场,由此陆军在未来战争中仍有非常大的作用,大型运输机已经能得在重量为部队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装备,由此在陆军中只有发挥着巨大作用,那么作为军事大国的中美俄运输机运输能力到底怎样呢? 作为军事强国的美国,常年喜欢到处惹是生非,况且全球军事部署,自然少不了大型运输机的功劳,随着军工技术的发展, 美国运输机的发展,从C5银河到C17全球大王,达到C130大力神,运送能力有了很大提升,由此运输机被美军运为能装装下千区万码的钢铁日售,就拿C5运输机来说, 这机能是世界建议最大的运输机之一,在重量125多,可以装载美军招架车,坦克等一系列装备,为美军前线作战,提供了强有力的投送保障, 说到俄罗斯运输机的话,不得不提前苏林研制的R225运输机,这款超大型运输机,最受研制于上世纪80年代,这机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,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,纸资料显示这款运输机运输能力,高达惊人的650吨,可以说一架弯225运输能力,是美国Z5的3到4倍,苏林解体后归乌克兰所有,目前俄罗斯主力运输机,主要以1276为主, 12-76世上世纪,苏林为了提高军实运输能力延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,也是目前全球最成功的大型运输机, 载重能力高达200多,截止到目前已经超过38个加装的1276运输机,前前后后总共生产了943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